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声明称 博斯曼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他坚持不懈地完成了一切 并带来许多你喜欢的电影 博斯曼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影迷和电影界 美国著名演员乔丹皮尔表示 博斯曼的事实是沉重的打击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和竞选搭档卡玛拉·哈里斯也公开致癌 博斯曼四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 但并未公开相关信息 博斯曼是一位美国演员 编剧和制片人 他在2016年上映的《美国队长3》《英雄内战》中首次饰演地查拉国王 也就是黑豹 这也是博斯曼确诊结肠癌的一年 布告指出 此后所有他出演的作品都是在数之不尽的手术与化疗之间拍摄的 2018年 漫威把博斯曼的角色独立分拆成电影《黑豹》 上映首周后 票房刷新漫威影史记录 《黑豹》的角色也一战成名 续集《黑豹2》原定于2022年推出 博斯曼1976年11月29日出生于南卡罗莱纳州安德森 母亲是护士 父亲经营室内装潢公司 博斯曼2000年从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导演专业毕业 货班艺术学学士学位 2018年 博斯曼获姆校霍华德大学邀请 在该校第150届毕业典礼上致辞 博斯曼从事演员工作之初 主要参与电视连续剧演出 2013年参与电影《42号传奇》 扮演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第一位黑人球员杰基·罗宾森 结肠是大肠内连接盲肠与直肠的一段 结肠癌与直肠癌一般统称为肠癌 肠癌是中国九大肠剑恶性肿瘤之一 根据2019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 男性结肠癌发病率排名第四 女性结肢肠癌发病率排名第三 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指出 肠癌也是英国诊断出的最常见癌症之一 大多数被诊断出患有此病的人都超过60岁 欧洲和中国均有研究显示 近年来 结肠癌患者出现年轻化的趋势 且发病率逐年升高 2019年5月 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肠胃病》专刊的荷兰研究 与一项发表在柳叶刀的法国研究发现 越来越多50岁以下的年轻人被诊断出患有肠癌 尽管年轻人的病例总数很低 但研究强调 20至29岁人群的发病率急剧上升 研究人员尚不清楚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 但表示肥胖和不良饮食习惯可能是原因 预防肠癌的方法主要有 多吃犬骨类 豆类 水果和蔬菜等高纤维食物 减少进食红肉和加工肉食 特别是培根 火腿 烟熏牛肉 意大利香肠 热狗等 水果蔬菜中的鎂能减少胰岛素抗性 鎂增加100毫克的鎂摄入 节肢肠肿瘤风险将降低13% 维生素D缺乏是造成节肢肠癌的风险因素之一 研究人员发现血液维生素D含量更高的人 患节肢肠癌的风险也越低 最后就是锻炼了 一项研究发现 相比于不经常活动的人 经常活动身体的男性和女性 患节肠癌的风险分别会降低30%和40%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